很逼這裡 那左邊可以再繼續選去 未以規定採取防護措施 加上作業勞工危害意識不足 很可能就會造成無科挽回的憾事 台北市長講完 透過植栽模擬訓練系統 看到錯誤示範的後果 墜落的提材讓蔣萬安身歷其境 我覺得第一個 它做得非常逼真 而且它會有震動 有風的音效 確實讓使用者可以身歷其境 感受到我確實在高峰 那剛剛也在模擬 就是我們施架 這個施架工架的架設 那第一個行徑是 當我是錯誤的示範 那確實就會有很多的風險 那第二個 它就告訴我一步一步 我應該怎麼樣完成相關的裝備 而怎麼架設 包括這個查銷 最後架樓梯等等安全覆盛 所以這就讓我們會非常印象深刻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確實讓很多勞動配 有實際來體驗 它就一定會記得 而且在很多的步驟都會牢記在一些 在接下來施工的時候 它就會做完完全的準備 勞動局表示 近年來墜落崩塌 感電物體飛落及缺氧等災還發生屢見不鮮 勞檢處向職安署申請失敗XR訓練場域 透過互動式學習環境 讓授課情境更逼真 加深職安任職 那其實我們原本的計畫 其實在我們所謂職場的教育訓練裡面 已經有預計三十幾班 一千多人要在年底前體驗完畢 那有關於未來要投入到職場裡面的 職校的這個團體 我想也可以透過我們網站 現在已經公佈的申請的這樣的一個要點 十年前跟我們申請 那也可以到我們台北市的場域來做體驗 那我想這個場域最主要的設置目的 所以是要這個強化工作者的危險的意識 讓在高風險作業的勞工都可以 事先了解到他的工作風險 尤其是在墜落災害的預防上 我想墜落大概是我們整體 全國職災發生最高的類型 大概佔比超過50% 那透過這個模擬訓練的AR、VR、MR的 這樣的一個訓練 我想未來對於降低職業災害 一定有正向而且顯著的 這樣的一個改善 那目前我們台北市今年是試辦計畫 所以我們設置的這個AR、VR、MR的部分 總共有三項 一個叫唱團體感的體驗 它針對這個屋頂作業 那這個屋頂作業常常會在一些屋頂的修繕 營造業的作業裡面還有所謂的第四台 有限公司的所謂的染線播放等等 甚至冷氣安裝也有可能踏上這個屋頂的作業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第一個設置的是屋頂作業的 的植栽模擬系統 那第一個是施工架 那施工架是在整體我剛才提到的 墜落的這個災害媒介入裡面的手中 所以我們在施工架的模擬訓練系統裡面 我們也設置 那另外一個就是部分行業的 有從事電的相關作業的人員的 感電的模擬系統 那今年我們是設置 已經設置完成這三項的模擬訓練系統 其實幾次我們統計 我們公安會報看到 很大比例這種發生治安意外的事件 比如說高處的墜落 坍塌 或者是感電 以及包括像是缺氧中毒等等 所以我們這一次在模擬訓練中心 我們透過XR 也就是包括有AR、VR、MR等等 就是虛擬實境、擴增實境等等 這樣的模擬情境 讓我們的勞工朋友 能夠更深力其境 體驗到這些高風險、作業環境 讓他們更有辨識危害的這種能力 讓這些勞工朋友到第一現場 工地現場也好 他能夠了解有這種危害的可能性存在 然後知道接下來 我要怎麼樣事先的預防 做各項的準備 所以很高興有這樣的一個 模擬訓練中心的成立 那另一方面 過去這一年多來 也很謝謝中央部會的指導 讓台北市我們在 治安方面的各項表現 數據呈現受到肯定 包括去年在康健雜誌 對於縣市 永續健康城市的評比 我們是個爐之冠 那在其中一個評比項目 也就是職安千人率 我們是評分最高 另一方面 我們在勞動部 112去年度 我們這個勞檢機關的績效評比 考核上面 也謝謝勞動部的指導 我們是評分最高 所以我要謝謝我們辛苦的同仁 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那也謝謝我們各公會 為理事長持續給我們各方面的指導跟建議 那當然好還要更好 我們也希望今天透過這樣的一個XR 模擬訓練中心 能夠再次強化我們的職安全 職安教育過去傳統欠缺互動性 很難讓勞工體認工地現場的高風險狀況 隨著多體感衍生實境XR 職安模擬訓練中心接拍 虛擬實境的模擬情境 讓勞工到第一現場知道有危害可能性存在 事先預防準備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